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今天我们很热闹 这个话题就是说我们的八九十年代 首先我们逐一个嘉宾介绍 由我们左边开始介绍一下自己 我是银行咖啡茶座K姐 我是女志华 还有 美女是哪位 我是瑞士Kid姐 K.I.T. 我们今天是讲什么呢 我们今天是讲一些正能量的 我们出生日期就不要讲连分 但是我们讲我们的奋斗历史 都是在八九十年代 我什么时候投身社会 八十年代 我十四岁 八七年 差不多了 我就是八零年代出来 我访问一下瑞士Kid姐 怎样发达的 因为这个人财务自由了 发达很久了 我常常说发达 你要花钱 我为什么要这样和他说呢 我昨天不过意和他聊天的时候 我当时在1989年 就是商业信贷银行 那里做一个 叫做Officer Boy 我当时是二千六元一个月的 Kid姐告诉我 他当时是花二万多元一个月的 哇 那时 华哥 原来这些是说的 那时 华记认真 是猛人 那时那些独立屋 都是说一百几十万而已 就是西贡康湖居 康乐园 什么锦秀花园 加州花园 那时那些全部是买一百几十万 他这个人是两万多元一个月了 八九年 八九年二十几千个月 我都是一千多两千元 因为我年轻一点 华哥 你多少年 你不是 他也是发达的了 他当时是上市公司主席的了 不是 我们要跟你跟你玩牌 你为什么会这么早发达的 我没有发达 是很努力的 很努力的 为什么他可以做到两万多元一个月 这个故事很复杂 简单说 我读书 我读书很努力 哇 Kid姐就说 机缘巧合做了地铁MTR一份工 是全香港 只有他这个姿势才能读到 因为我原来和他是师兄弟 我也读黄坑 我也读摩利神山 我也读过Poly 黄克敬你没有读过 我没有读过 他读过Mohill和Poly 我这两家我读过 是啊 你是我师弟 叫他生师姐 师姐? 不要紧 这一句师姐真是贵 不要紧 这一句师姐太贵了 不行 不要紧 刚才说话不要爆 我是你长辈 你是我长辈 那他那时候 前辈 Mohill和Poly 是出名的 是读什么呢 就是读理科 他是读QS的 那时候我也是读QS的 是 Quality Surrey Quality Surrey 不是啊 说英文的 这一集要 不是啊 接着他是怎么厉害呢 他呢 建筑妹没有人做的 没有的 地盘没有人做的 是啊 那时候我 你让我说一下 那时候 P姐就青春无地 就长头发 那样就好像郑文娅 那样就穿短褲上班 死了 那样落地盘 那些批判员 一定要找车来车我的 要预约 两天前预约 看到没有 是啊 那因为我要预备一些 那些三副鞋物 那去到地盘呢 那些工人呢 那些工人呢 就做了一件事情 停在这里了 忙的了 因为那时候呢 是几个批判员 夹着我走的 很漂亮 是啊 当时真是很玩意 现在问你怎么赚钱啊 哈 哈哈 而且 而且我知道 当时来说 没有什么人是做这个行业 没有的 没有的 很少女生读 很少的 女生多数做护士 做护士 不是 很少这么漂亮的女生 这个才是重点 你啊 就是会说话 我事实有什么这么难 你没有说错 你不要扎着她 还要把你那张照片 以前的照片 给我们 让我们放上 给大家看看 给我 给你 我那张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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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给她的照片 真的好像她的 直头发的时候 OK 接着我问你 为什么那时候呢 你读这个理工之后毕业呢 是 会有一间香港地铁 你那时候是在建大婴山的玫瑰园工程 是 就是建建铁路 是的 我们所谓的基铁站 基铁站 那为什么你那时候 会独当一面做到一个姿势 你说 只有你可以做得到 是的 没有人做得到的 因为我是有技术底 就是有建筑底 接着呢 结了分 基姐是不是生了婴儿 就停了一年左右 那我就想了 有婴儿 变成你 因为做的那一行 要整天都要更新自己的知识 那我就想 不要那么辛苦 那我就走了去 当时呢 刘家杰秘书学院 教英文的 刘家杰 是的 他可以读秘书 当时有两家秘书 一家Sara 叫Sara Bitti 是很难入的 一家是刘家杰 在湾仔 就读全年一年 还有一家姓心 专注学院 就是做了东西 不是给中学生 那就读了一年 就读了一年 就认识shorthand 就是秘书的东西 之后呢 就找工呢 根本就不用找 有些同行的同事 就在地下铁做工的 就知道呢 地下铁 一个post 就叫做 特意设计生病做给我的 叫Technical Collator 没有登报纸的 是这样请我的 不是技术联络员 不是联络员 中文叫什么 就是collator 就是collator 把东西收拾回去 OK 好 那你那时候 为什么可以有两万多元 一个月 因为我有Technical 有秘书 三十多年前 月薪两万多 是的 公楼就住很厉害 第一 女生Technical 已经少了 还要construction 第二 又懂秘书 还有呢 我是英文 不害羞 跟一些外国人的工程师呢 我是 不会 不会欠的 她老公是瑞士人 是 因为 很多女生 英文好呢 她会写 她会读 但她不懂 她讲 她讲 协偿 我就不协偿 她又会做秘书 又会做工程 但是你为什么会 你懂得买房子 又会发达的 好 又人家说志华哥 不是 她说她 买房子又会发达 又会发达 为什么你会这么厉害 懂得投资呢 因为 90年两万多元 个月 你哪里都会卖到 罗边神道 那时候 六百元一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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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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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层楼一个单位 你总共买多少 17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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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17层 你当时就有 投资几层楼 当然有 当然有 华哥 你也有几层 何回来 Kid姐那么紧张 她就是这样发达的 好 然后有没有特别想说 不是发达 是变成 钱和钱 对吧 是 因为钱和钱才是最好的 但是你经过这个过程 是很辛苦的 你都说出来 不是人们不知道 有什么就很辛苦 就是不辛苦 就是不辛苦 人家不辛苦 真的很享受 我在做很多次做的事 我不会辛苦的 对吧 刚刚的师弟 师姐说得好 叫我做师姐 师姐 你有同学来的 蔣震两个女儿 蔣麗云 你的同学那么猛料 人家是网料 喂 她这些赢在起跑线 喂 我读Bang5 无犯的 我也是九龙堂 无犯的 现在是无犯 现在是无犯 是无犯市民 喂 她这些赢在起跑线 好了 接着轮到志华哥 志华哥你又很早发达的 不是 我当时刚出来社会做事 我是很努力的 我一天做三四份工 我读中二开始 已经是尊蓝作家 你喜欢写尊蓝 不是吧 喜欢写尊蓝 十五岁写尊蓝 梦人 你这些是尖指来的 是啊 你是天才来的 你是天才来的 第一篇文 在1973年 在《明报》里面 我刚出生不久 在1973年 我写就是出尊蓝 那时候我读就是 你在出生他就出尊蓝 那时候我写第一篇 这个说是省文 他就口琴屎话 我都11元稿费 我就很开心 他这个鼓励 所以这三元就令到我 以后走上了创作写作之路 给点赞声 给点赞声 那后来 那我就 我去《明报》《曼报》 《星岛》《星岛》《曼报》 《星岛》《曼报》 很多报章 几乎香港 停了《海》的报章 全部都写过了 当时同一时间有三份工 一路就是赚第一桶金 那你如果赚不到第一桶金 你是没办法再赚钱 赚钱 赚钱 勤力才是最重要的 到最后呢 我就去浸会大学校的课程 我就教一些金融投资的 教了很多年 很辛苦很努力 之后 早上七点钟 做到晚上11点 但你不觉得辛苦的 是享受的 不是 当时是辛苦 但钱就不觉得辛苦 是的 因为有目标 是的 那为什么呢 我有几个银行户口 全部加上钱 就很辛苦 几个 一打开有光的那些 一打保 一打保就那些 一打开有光的那些 你还没说怎么快达的 不是 这个后期 刚才他那句 后期呢 就是有钱之后 那我将自己的钱 全部是去炒股票 所以当时年轻的时候 我就很努力 而且很省 找到一元钱 就全部都放在股票那里 就一直 就是你是不是告诉别人 炒股票会快达 炒股票 我是二三十年前 这件事是对的 现在呢 二三十年后呢 这件事是错的 那你发达是靠什么的 你不要说我发达了 其实我不是发达 是的 起码我自己来说 现在都叫做很安稳 就是财务自由 所以呢 就是不用做事 都可以安享万年 是的 多谢志华哥分享 跟K姐 接着轮到我们的K姐了 为什么呢 K姐今天呢 K姐今天很漂亮 我记得每天都这么漂亮 对了 每天都这么漂亮 他在裙子 你知不知道 这个裙子呢 很古古有风情 那些女人还没出光 你平时穿这些 你平时穿这些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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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说八九十年代的奋斗啊 大哥 不是啊大哥 怎样睡觉啊 一说到K姐 其实那边 你没有托过石油器的 没有男人 就是这句话 这一边呢 素过来 不是华哥就不计 华哥是主持 这一边素过来 是说发达的 但是素过来之后 说发毛 好奇怪 我立刻在这边说 我是不是来错了呢 说八九十年代 我那时候 根本辛苦都不得了 不是啊 你嫁过瑞士的男人 但是我死了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K姐跟我说 其实我是叻 才能吸引到我老公来追我 哎呀 真是 你当然是叻 你由头皮 你得下脚指甲 我告诉你 所以我们现在这样说的话题 不能说 女人最当然要增值自己 等一下 我想问一下 九十年代 K姐你那时候做的什么 九十年代 我看是不是 九十年代 是的 未生 说实话 我好像这样 很多人等下班 但是我做工厂妹 以前我不明白 为什么那些男生 全部都没有空 我不是很明白 很奇怪 我是一种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觉得 我告诉你 我很吸引 我很努力 我是一种 很特别 又不是漂亮 又不是身材正 又不是漂亮 但是我很吸引 那些人 那些员工 又拿东西给我 然后就解释了我 就告诉你 一我包装 你搞的 你做不到 对 对 这么厉害 我永远是拍不到 有男士的公司 所以我后来做一份工作 21年 为什么呢 那份工作 全女班 一个男人都没有 我生存到21年 只要男人的地方 我也是混乱的 我和你相反 我一定是在男人堆长大的 你这些真美丽 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我做公司是全部男人 遲些你两个可以做一个 对 对 因为一拍到我 很厉害的 因为一有女人 就很麻烦 女人是把我做了目标 攻击我 哦 我有男人就麻烦 对 男人就不麻烦 对 对 我的私底 全部都是男人 全部都是男人 那我拍你不错 我们不要抵触 没抵触 我以前有一套雨残 是 什么叫做工厂王后 是吗 应该也是 我是这一波 你在哪里做工厂 我在油堂 做玩具厂 包装 我在乌拉长大的 大家想到 我在宾市 在乌拉长 乌拉不用上学 因为我徒学大的 所以不要学我 告诉你 现在我失识 又找不到钱 现在是14亿人餐厅 老婆娘 我们天天都在 因为我慢慢去读书 找读书 很乖的 勤力的 所以是有付出的 所以这一集的节目 就告诉你 你想发达 你一定要勤力读书 勤力画 所以我就如指下授 知识改变命运 我以为知识改变命运 我听错了 就是那年代 知识不是知识 哦 这个知识不同 知识 大家都是知识 但是我们一起站出来 我们说话 我们赢了一样的 我们起码有条命 是的 就是我们 现在还活跃在市场上 喂 你还在赚钱 你还在赚钱 我很勤力 喂 他还在赚钱 我几次有钱 我旁边这两件 就天天在赚钱 这两件 不用做 我们这两件 你都不用做 对啊 不用做 K姐 你想认识男朋友 喂 我们这集是说八九十年代的奋斗 你又说那些 我关心他 我们说八九十年代的奋斗 我关心他 下一个节目才说你 我关心他 我们今天是说八九十年代 八九十年代的奋斗士 我们今集做到这么多 好吗 好 拜拜 好 等一会儿 啊